來兩題結束 安哥說好 雙軌對立三題討論 我們做點筆記 你在雙軌對立旁邊找空白數 雙軌對立 標題旁邊你找 任何空白處你覺得舒服的位置就好 來幫我寫入以下的資訊 做個筆記 深入思考可發現 好深入思考可發現 二者輕重先後關係時 可視為雙軌 好我再下一個美角齁 因為我害怕 同一個在臨場的時候 沒有看到雙軌對立 他永遠只有看到病重 自律一挑他覺得很重要 理想宣傳他覺得兩個都很重要 的時候就會寫雜了 所以以後你遇到有前者 A&B前者跟後者 稍微想一下如果你可以發現 二者真的輕重跟先後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視為雙軌 這個時候你就決定你要驅使還是協調 可是反推像我們剛剛第一種 雙軌病重愛心與耐心 你再怎麼深入想 愛心比較輕 那愛心比較輕 那愛心比較輕嗎 就怪怪就不要了 可是自律他真的是有 真的講起來確實是 如果人人願意成就他人 整個社會是有可能比較好的 那就小小筆記 接下來我們看標題三 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就會輕鬆一點 我們直接看他旁邊印的寫作重心 大部分在因 然後我們聊考題 付出與收穫 確實有前者跟後者 但這個可以聊得很快 一定不會 視為並重兩個都寫 這題一定寫什麼 找材料的方向一定以付出為重心 就找一些努力付出 或付出過程 有些值得寫的 為材料 不會一直寫收穫 第二題我覺得更明顯 態度決定高度 基本上有兩個度 讓你寫態度還是讓你寫高度 你一定態度啊 所以這題就要提出二到三個態度 應該高度就不言可喻 下一題來 支持自律成就明天 寫的應該支持自律吧 哪有人會去無聊碰那個成就明天 這個應該就常理而言 有一定的聰明 就比較不會犯那個錯 好啊你不會錯我就不會去囉嗦 那就三種結束 然後看一本 一句話把它做簡單的總結 就是我是希望我自己教出來的學生 在作答的時候有一個 基本的警覺性就是 當你看到題目有兩個東西的時候 先探討一下二者的互動關係 再往下決定你的寫作方向 不要以為題目給你兩個 你就一定有兩個都可以 不要以為題目給你兩個材料 你就一定有兩個材料可以寫 有時候它會偏掉 不一定是兩個都可以寫它 OK 但是有些沒有心眼的人 台語說太丟地的 不想多 他這是兩個東西 再重申一次喔 題目給你前者跟後者 不代表你兩個都可以寫 所以當有兩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充分討論它的互動關係 再抓出一個理想的寫作方向 好 有時候聊個天 這種作文 越學 越覺得寫作有時候跟作文很像 你走在路上遇到一個陌生人 你真的想認識他跟他攀談 你就直接去 反正就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陌生的兩個人 你想跟他攀談或者認識 不能直接 你要先觀察兩個的關係 好 假設你要想認識那個女生 那他旁邊有個男生 你真的會衝過去 如果他是情侶人 你就剛好被打 如果那個男生剛好是他爸 如果沒有釐清二者的關係 你衝過去就是愚蠢對不對 好啦 就類似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考題 聊天結束 第二頁底下 我應該是放更多的歷介讓你看 我都有印解答 我們就陪一念題目 第一題 我對樂觀的看法 單軌 就寫樂觀 所以你看就寫樂觀 會很直接 計畫也變化要慢 我換我印答案並重 想一下是並重嗎 其實也不是我說的算 因為我剛剛聊到 根本沒有對跟錯 你也可以勇敢做你的決定 我們討論這一題 我覺得主題討論也蠻應該 計畫與變化 談這個 如果這個好 計畫為先 應變 其實變化就是應變 應變為後 彷彿可以 彷彿可以 但仔細想想 現代社會的節奏 跟步調這麼快 如果你花大量的時間計畫 然後應變能力 應變的能量沒有 一半一半坦塌 我覺得可能會有問題 但反推 如果 先衝了 計畫輕一點 我們先衝然後編 好像又是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元首的處事 智慧應該是 你要有一定的謀略計畫 然後衝出去的勇氣 臨場變化的彈性 應該是一半一半 所以這一題給我寫我覺得 病重寫它比較好 要不然你看你要思考 你破題寫 計畫 周延優良的計畫 優於對應變的變化能力 感覺也很怪對不對 甚至我覺得一個周延的計畫裡面 本來就要包含彈性的部分 這樣寫會好像繞回來打自己的立場 所以這題我覺得病重 來 德與詩的字口 這題也要聊它 我覺得也是病重 那為什麼說要聊 主要是普世經驗 抵觸我的看法 我直接聊普世 普世就是你跟我聊天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什麼時候會提到德跟詩 通常是詩句 就是我舉例 你是考生 假設你差0.5分落榜 我就會走到你旁邊說 那個同學 考試了以美 人生的得失沒有人看這麼重的 人生的得失不需要這樣 對 那是你落榜 沒有考好 有可能慶功宴嗎 慶功宴你考上 甚至你綁手 我會走到你旁邊說 那個同學 人生的得失沒有人這樣看重 哭啊 你會聽不懂 對 所以通常我們聊這一句的時候 就是失去了 可是回到題文本身 學習德語式的智慧 再拉懷做人的高度 回到我們剛剛是普世 我們現在認真講 真正 談做人的智慧 失去的時候 我們要有 就是面對挫折的智慧 但是 你認真想 人在高處 得意 賺錢風光的時候 要不要智慧更要 就其實 我如果回到剛剛那個 當上榜首那個考試 人生的得失沒有必要看重 其實那是語重心長 就是你得到的時候 你不能看重 因為過多的快樂或者風光 基本上也會讓你判斷失去一些問題 或者會驕傲什麼的 所以其實人在高處 人在風光 在處世智慧 我覺得比 失去的時候 是個更高階的智慧 因為失去你能怎麼樣 你就忍耐嘛 你就堅忍 再嘗試 不然你要自殺嗎 你只能忍耐 更勤奮 那是好理解 但得到的時候 不能快樂嗎 不能開心嗎 不能 因為你要做更多的事 你要做更好的東西 那就更難了 所以其實如果以我的人生角度看 我會 失也寫 得也寫 好 那就並重囉 斜槓人生的起勢跟反思 那單鬼因為抓到關鍵詞就是斜槓 然後起勢跟反思也是個廢話 就是看法 面對斜槓 你的看法是什麼 就單於主題 就寫斜槓 所以越看就越發現 單鬼真的是眉眉角 有什麼就寫什麼 但雙鬼真的是 像德根師也要聊天 計畫也跟變化也要斟酌一下 才會 比較明確一點 好來 那就我的 時間結束了 你的時間來了 來 我放考題 第三頁 有挑戰題試題 然後題型 該印答案的地方 我們都空白 就是讓你寫的 我們剛剛 花了蠻多時間聊審題 現在驗收成果 意思 什麼質問詞固能永好集 我就不依念 時間丟給你 你去判斷它的題型 就是 你覺得它是單鬼 就寫單鬼 你覺得是 對立協調 就寫協調 你覺得因果 就寫因果 也就是把你剛剛學到的東西 變成答案 寫到括號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一下 這需要時間 40秒要 我先 40秒等一下 就一題你看個十幾秒 20秒 直接寫喔 你覺得單鬼就寫單鬼 因為作文是實作 就是 有時候我講完 會讓你真的動筆寫下來 腦袋真的動一下 會比較符合考試的狀態 我們上課才會有 養成真正的能力 跟產生意義 因為如果選擇題 其實有時候是勾勾弦弦 你真的不寫 我還認 反正可以猜對就好 作文不是 你猜對你還要動筆 你猜對你還要動筆 有些真的很簡單 簡單 你也有能力判斷很簡單的 而不是自己嚇自己 有些人會這樣喔 自己嚇自己 好我們來對答案 如果你還沒寫完也不用太緊張 就反正回一題討論 第一題來 論辭固能勇 我的答案是 因果我們念的 因果關心 因果 因為辭 可以給我們更大的勇氣 所以我覺得在選擇的時候 這題應該是以辭為主 去做發揮 所以在念試我的答案 因果 那往下做一些舉例 像這一題我們如果抓到 因果關心 往下寫的時候 我問幾個問題 看你有沒有跟到 這題如果你要使用例子的時候 軍人比較好 還是護士比較好 就護士跟軍人 假設兩個材料 你要寫到這一題 哪個好 護士會好一點 因為護士是 有比較 你不是說一定 刻板印象上 終究它是比較 有溫柔 比較慈愛這一面的可能 那讀嘴讀它的時候 接受度就會高一點點 那你寫軍人 因為軍人本來就比較 剛性一點的 看不到太多詞的色彩 你要把它寫得 傳神 就會比較有壓力 不是說軍人不詞 而是寫作難度會高一點 OK 再來 第二題 成功絕非偶然 那廢話來自很多努力 所以這題單軌 看不到兩個需要去討論 好就是單軌 執行或轉彎 我的答案是雙軌 並重 就並重 我為什麼選擇學調 什麼取捨 就是並重 因為執行跟轉彎 跟剛剛計畫跟 什麼變化很像 就是講到底的 人生你要有執行的勇氣 但你也要有變化的果決 就變的時候你就要跟著變 好就是我覺得雙軌變重 苦難至於人生還能怎麼回答 苦難是人生最好的養分美 不然苦難難道要把你擊垮嗎